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身轻巧 好上手 是一台适合全家人共同使用的机车 站长从许多投稿中选出了一个特别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 老家位于山区 因为交通不便 从小开始经常需要父亲骑着机车接送他上下课 习惯都市生活的我们或许无法体会这样的不便之处 也让我非常佩服林爸爸对女儿不厌其烦的付出 而甚至在曾经的一场风灾 家园经历了严重的破坏 修复的过程中 机车不仅作为运输工具 更是家庭团结的象征 在看完他的偷稿故事后 我感受到他和他的家人对于机车有非常高的依赖 机车更可以说是他们家中的一份子 所以站长决定将这台全新的决送给他 我们正在前往淡水山区 他的故事也是从那里开始 跟着站长的脚步一起来了解吧 今天早上我跟摄影们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淡水 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薰儿他的家中 哈啰 欧静儿 哈啰 站长 现在还是学生吗 对 现在还是学生 在赌研究所 那之前都是骑机车还是坐公车 之前都是自己搭公车上下或者是会爸爸载我 那时候目前还没有自己的台机车 是这样吗 还没有 因为就是读研究 应该是说淡水这边 就是如果平常没有要去上学或是出淡水的话 基本上公车是够的 可是因为我研究所在台北都 就会觉得如果有摩托车会比较方便 真的 哇这次活动真的蛮刚好的 那时候怎么看到这个活动 其实我是在Instagram的推播现实动态那边看到的 所以那时候我还很担心是假账号 然后我就 很担心是诈骗 然后因为他要填不少个资嘛 我觉得就是比较谨慎一点 然后我就去查了他的Facebook 又查了他的Instagram 就是完全确定真的有举办这个活动 我才敢泡名 对 还有我们这些人都在帮忙宣传这个活动 对 真的 那时候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 你在填这个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哦 那时候其实我在主题上面 我就是想了我到底有什么故事 就是我真的需要用到这台车是什么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最实用的还是帮助家人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就是大家都会骑车嘛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可以骑车的话 我们来回果园菜园 或者是我们去淡水市区 或是去北投那边都方便 就 我就不用说我就只能请他们帮我 或是他们每次后座都还要再载一个人 我就可以靠自己 然后也可以帮助家人这样 了解 我给介绍一下你家里周围 到底在台北市 新北市的哪里 我们在淡水跟北投的中间山上 就其实这边算是大屯山 就是阳明山火山群的庞芝这样 对你们家这边也蛮好奇的 你可不可以带我走一下 好 我带你一起走吧 从这边走是不是 嗯 从这边走 好 其实这次活动啊 因为当初在写表单的时候 应该有七个主题吧 嗯 那你从这个七个主题里面 你当初是怎么选的 或者说 有没有想说 诶 其实这个另外一个主题好像也适合 但最终是选择这个主题 其实我选择是家庭时光 嗯 因为我想了一下 我摩托车最常用到的 应该还是在家里的部分 就是包含像通勤啊 或者是接送家人 帮助家人这一块 了解 对 因为其实我们家就是 我爸爸妈妈 就是跟阿嬷都没有工作 他们就退休了 那我们家算是自给自足的农民 哇 好棒哦 对 就是我们家有养鸡啊 然后有种很多蔬果或是菜这样 所以变成说 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多多的 我们可能会送给邻居 或者是我们会去市场贩售 我自己在想啊 因为其实我们位置在这边 有算有点山上 对 所以等于是说你要去学校啊 或是要出去买东西 跟朋友约的话 都是都算是要下山嘛 对 所以一定要可能小时候 可能要爸爸帮忙 嗯 或者说长大以后 开始自己有考到 自己几岁考到驾照 哦 其实我18岁就考了 嗯 然后那时候都是骑家里的车 因为就是家里可能不会同时要用 静啊 那像我们住在山上 有没有什么 例如说下雨下很大的时候 会有比较特殊的状况吗 哦 那2015年的时候 有一个苏迪勒台风 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样是这样一大片 那时候雨超大 然后我们很多菜园的农作物 都直接被淹死了 然后这边也都是 像这些很多都是重新在种的 嗯 因为像这种高度的 它根本就支撑不了那个风 淡水风超大 然后全部都倒了 后来就爸爸妈妈他们就很用心的 再把它一些一些的 一区一区的种回来 那时候摩托车有被吹倒吗 家里的摩托车 那时候是幸好 因为我们家里摩托车偏大嘛 然后爸爸那时候就直接把他的 那台大台的骑进去家里 把车赶快先放到家里面 就觉得车子如果一倒了 那那个损失残重 然后又会被淹到什么的 那这边就到我们家里了 嗯 哦所以刚刚我们穿过那个算是树林 对那边就是往那个田地的路 就是那边 所以那边比较草丛比较多 了解 住山上大家都会养狗 刚过来的时候两只狗 对不好意思 我们家的狗都很顾佳很可爱 对 很温柔欸其实 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你要跟他玩吗 我给他左手好了 我左手比较 右手要转油门 很多人把他牵出来 再闻一下 他现在很想要出来 他现在看到大家很多人在 他就会很兴奋 就一直想出门 等一下 我再给他闻一下好可以吗 确定可以吗 真的可以真的 你给他闻一下 好你摸他 你一靠近他就在下 干嘛 歪歪 前面这边就是我们鸡舍 这也是我爸爸自己盖的 扶着就好了 诶这是我爸爸 诶 大家好 欢迎欢迎 诶你爸爸 刚刚你记者有提到说 这个鸡舍是你自己盖的 哦对 这个我自己用那个电动工具啊 然后用那个回收木料盖的 现在这么多鸡里面 大概有几只是母鸡 母鸡 母鸡有两批 有的成年的 有的未成年 大概有20只 成年未成年是说可以产蛋再算吗 对对对对 那他们大概要6个月会开始生蛋 未成年的还没生蛋 哦了解 那平常都喂他们吃什么 诶 鸡这种动物 只要是绿色的都吃 而且我看我们品种好像 蛮特别的 因为公鸡很漂亮 这个是泛天鸡 这个是泛天鸡 母的泛天鸡这一只 我们这边如果说产 哪要每天早上都有鸡蛋可以拿吗 诶 诶 每天不定时都有啦 三颗 那中间这一只他还在产蛋吗 诶 那怎么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蛋 他 他这样子是在孵蛋 哦 孵蛋 他下面应该是有一颗蛋 那是寿筋软吗 诶 不管有没有寿筋 他们有蛋他们会去孵吧 哦 这是母鸡的天性 哦 了解 要不要吃 给你生吃哦 哦 好 好啦 试试看 试看看 剥开 诶 不要 那个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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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很香的 很香的 很香 没有那种 而且很浓 对 对 很香 这是我们的温室 温室最主要是防虫 嗯 防风 所以它在夏天太热 这是种什么 不是什么 那这个玉米啊 這個玉米我夏天就種玉米 因為這邊風大 所以你玉米種外面 很容易被風吹斷 太重了就會斷 所以我今年夏天就決定種玉米 那秋天冬天這邊就會種高麗菜 喔 了解 高麗菜這邊夠冷嗎 高麗菜秋冬才可以種 像現在就蟲太多 或者是比較早開花太溫暖了 它那個高麗菜裡面會開花 開在裡面 我們常常吃的高麗菜是圓的對不對 其實你一直種一直種它還是會開花 它會整個爆開 那可不可以再帶我們繼續走一下 我帶你們繼續再看這個玉米 因為我們種玉米之前 有種一些其他菜 所以我們就分批耕耘 你會看到玉米有高有低 因為在裡面工作太熱 我們要用電風扇 要不然會悶在裡面會悶壞 我們這裡面總共種了四種玉米 你看 然後這個叫縣菜 喔 縣菜喔 對 台語叫縣菜 這個很營養喔 很營養 喔 我覺得我很感謝家人 那爸爸都會很有耐心的載我們家三個小孩 就是我們可能國小國中 大家年紀也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一天要載兩三四趟 他都就是很有耐心的載我們 今天可以變成我們長大了來幫助他們 可以幫他們載菜 可以幫他們運送東西 我覺得很開心可以幫助他們 現在他們把這些菜園 這些農作物當成他們的退休之後的休閒嗜好 可以讓我們家裡也都自給自足 就是包含像之前蛋黃或者是之前可能蔬菜漲價很貴 那都有因為他們的努力 所以我們都不用擔心說會吃不飽 有他們在守護我們 我們家的小孩都很幸福 摩托車一直在我們家裡算是一個很重大的依靠 就是包含像我們小孩子上下選嘛 然後還有在之前2015年的時候有一場風災 然後變成我們家本來都是種菜自給自足 然後因為那一場風災之後 我們其實很多菜也都會受損 然後我們就變成我們要重整 我們重新整理我們的家園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要常常要載新的 可能要新的種子或是盆栽 我們可能要上下山 那有摩托車載我們才可以這樣方便 不然的話我們不可能搭著公車 然後帶一大堆農作物 或者是一堆工具類型的 開車其實都會塞車 然後也沒有辦法過 就常常會塞在人潮裡 就只有摩托車還可以這樣穿梭在大街小巷裡 所以我覺得摩托車是我們家來說 是最重要的工具 我在民國八十幾年 在台北市跑業務 我原本是騎Vespa 因為Vespa那時候正在 因為它是二行程的 所以每次加油都要用高級汽油 加二行程機油 我後來就把它淘汰掉 換了我人生第二台摩托車 就是Duke 敵爵 敵爵125 那那一台敵爵就很方便 很容易鑽台北市的巷道 而且也很省油啊 幾乎沒有故障 你只要保養就好 不太會壞 山陽的車做得越來越好 敬而他跟我講的時候 坦白講 因為臉書裡面 我買過臉書的東西是詐騙的 有東西但是東西根本不是 他講的那種產品 所以我就 他跟我講說是MOTO7和山陽辦的 因為我一直就有追蹤 MOTO7的臉書的網頁 然後我一點 有看到女兒的名字 那我就相信了 他還跟我說 有一些鏡頭要拍 我這一輩子 除了公司做簡報有拍影片 在媒體裡面拍 這是第一次 他能夠參加這種活動 滿足他自己的好奇心 或者是他喜歡參與 一些社會上的活動 我也覺得對他的人生有幫助 騎車要小心 路口一定要減速 然後要遠離大車 只要路上會動的東西 你在騎車的時候 都要注意 那我這幾天的時候 我有載菜 然後我覺得這台車的車廂非常大 所以我可以塞很多東西進去 就包含我可以放兩頂安全帽 然後如果要放高麗菜 或者是要放什麼農作物也都很方便 我覺得這台車很輕巧很好上手 然後走山路或是在市區通勤 都非常方便 其實那時候去松山前車 我就是直接騎去學校那邊 那我騎在中山的市區那邊 我都覺得很OK 騎在大路上也都覺得很穩定 就不會覺得風太大會晃 因為那幾天天氣不太好 我騎回來的時候直接跑山 我直接從北投的山路上來回家 然後我也覺得轉彎之類的都很穩定 就不會有那種車子太重很難轉 或是那都很難操控的那種問題產生 我覺得這台車很適合 就是各個族群的人 因為像我騎或是我爸爸比較高一點 或是我阿嬤比較小隻一點 他們也都覺得沒有問題 可以滿足我們家裡 就是各個族群的要求 機車對你們來說是什麼呢 對於進而 機車不只是交通工具 它見證了家人共同奮鬥的那些時光 是家庭團結的象徵 是希望和力量 在都市裡 彎曲的巷弄中 我們與機車共舞 每一天早晨發動引擎 都是新的希望 每一次的轉彎與油門 都是對生活的應答 機車 對我來說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對你們來說又是什麼呢